《淘寶開箱》 嗨我是Mita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 睽違半年的淘寶開箱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好長一陣子都沒有買淘寶 這是主要是因為 我有一些拍攝的道具需要購買 然後家人也剛好想要買溜冰鞋 所以我就私心呢 也挑了一些衣服 今天就來跟你們分享 我這次在淘寶買了些什麼 那如果你還沒有追蹤Instagram的話 記得先追蹤起來 你們要分享更多的即時動態 還有一些穿搭等等的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第一件呢 就是我身上這個素T 那賣場有蠻多個顏色的 我選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我身上這一個鵝黃色 那另外一個呢 是這一個比較像抹茶綠的顏色 那我覺得它比較就是有點帶奶色調 不像是均綠這麼的剛硬的感覺 我身上這件黃色也是屬於有點帶奶的奶黃色 我覺得奶色調就還蠻適合夏天的 會比較有一種清晰 然後比較沒有那麼沉重的感覺 那大家有發現不一樣嗎 就是這一件是圓領的 這件是V領的 賣場上不只有很多顏色 它還有圓領跟V領可以選擇 所以我覺得很不錯耶 因為它一件不到100塊 雖然它的材質就是一般普通的棉料 沒有特別舒服 但是也不會覺得很刺肌膚 整體來說它不到100塊我覺得是值得買的 因為它有蠻多個顏色可以選啊 這種素素的T恤就是非常的好搭配 而且我覺得它的版型還蠻好的 因為通常這種短版的T恤如果太合身 可能會有一點點顯胖 那它的袖長呢 我覺得也不會做得太短 因為太短就容易把你手臂最胖的地方露出來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很剛好 那它的版型我還蠻喜歡的 那我覺得兩件穿起來的效果都還不錯 V領的話呢 我覺得要穿起來會比較顯瘦 就是比較有瘦臉的效果 那圓領的話呢 穿起來就比較可愛 就看你們喜歡哪一種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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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穿起來就是有一種成蕾風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復古的效果啦 那他的襯衫呢並不是非常非常寬大的那一種 但是也不到短板合身 就是稍微一點點蓋到屁股而已 然後穿起來就是蠻有復古的風格 那我覺得他的肩寬什麼的就是不會到非常的寬大 所以如果你是不想要找太寬鬆的T恤 但是也沒有想要合身的話呢 我覺得這件襯衫的版型就還蠻適中的 那我覺得他的顏色呢也非常的可愛 他就是這種黃色跟巧克力色做拼接的格紋 材質呢也是普通就是蠻薄的 就是有一點點你們看有點透膚的感覺 沒有特別的好 但是我覺得這樣夏天穿應該還蠻涼的 我覺得還蠻好搭配 你要搭配運動褲啊或者是牛仔褲我覺得都可以 那如果搭配一些短裙什麼的 我覺得應該也還蠻可愛的 再來下一件呢是這個薄針之衫 那這件我覺得還蠻超值的 因為他價格大概是150塊左右吧 但是呢他的材質卻是柔軟的 就是單穿他不會炸肌膚 然後針織是屬於這種比較細針織的 那細針織的好處呢就是穿起來比較不會顯胖 而且我覺得他的彈性啊整體都真的材質做得很不錯 那我選了這個信色呢我覺得他不會特別的顯黑 然後有一種柔柔溫柔的感覺 那如果你上班會待在冷氣房的話 我覺得當做小外套也還不錯 那其實我試穿過就是蠻多件這種 針織的這種上衣 就穿起來都會很顯胖 就會覺得整個人上班身特別的臃腫 可是這件呢我覺得就不會有這種效果 就他的寬鬆度適中 就是一點點浪浪的讓你有一種 顯瘦不要把你的身材整個都憋出來的感覺 所以呢這件我收到真的是蠻滿意的 畢竟我一直很想要買這種針織外套 如果你也有在找針織上衣 然後也跟我一樣就是找到很多都很顯胖的話呢 這件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那最近呢真的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真的比較少出門 所以在家不是玩電腦啊 就是吃吃喝喝的 那我最近呢就開始會把瑜伽店拿出來 然後打開YouTube的那種運動影片 開始跟著一起做運動 所以我就買了兩件比較運動的褲子 就覺得在家想說做運動的時候也可以穿 然後也比較舒服這樣 那第一個呢是這個黑色的長褲 那他就是一個蠻簡單 微微的寬喇叭的那種運動褲 那比較特別的是他在大腿這邊有挖破一個洞 所以呢穿起來就會稍微有一點點造型的感覺 不會就是一個好像穿睡褲的樣子 就是出門的時候好像也可以穿這樣 然後他的腰褲頭啊是做這種比較寬版的 就很適合就是有一點肚肚的人 這樣子穿的時候就比較不容易把肚肚的肉勒出來 然後也會比較有顯瘦的效果 那他的褲底也是做這種不收編的 所以穿起來是蠻休閒帥性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他的材質呢 就稍微有一點點悶熱感 可是因為他也好像不到150塊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便宜 然後也是算是蠻值得買的 另外一件呢是這種綿質也是運動的短褲 我覺得他材質稍微比剛剛那件長褲再好一點點 那他一樣下擺是這樣不收編的寬褲口造型 所以會稍微比較寫你的腿比較細 然後褲頭這邊也是比較寬的 所以我也蠻喜歡的 那我比較喜歡他一點是他的長度還蠻長的 然後褲襠也很長 就是你可以穿得很高腰 但是呢又不會把屁股蛋露出來 畢竟呢我是想要拿來做運動 所以呢我不希望他就是很容易把我的屁股蛋露出來 這樣做運動的時候也是很害羞 所以這件呢我是蠻滿意的 你要拿來當睡褲啊到垃圾穿運動起來我覺得都ok 然後價格呢也很便宜 再來呢是這兩顆暴震 那這其實是我上一次 疫情前買的 就去年買的 但是沒有分享到 那想說因為很漂亮 我還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尤其是這一顆橘色的 他的材質呢非常的舒服 摸起來就是很觸感很好 然後他長得也很漂亮 我現在就是把它放在我電腦椅的背後 就當一個靠墊在使用這樣 那我覺得你擺在沙發上 或是床頭 或者是平常佈置家裡的一些 臥台啊什麼的 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那另外一顆呢 是這樣比較集合圖案真枝造型的暴震 那他也是蠻好看的 可是他的材質就是比較像帆布的材質 所以摸起來就沒有到 這麼的舒服 那我這次買的呢 其實是他的整形 但這整形我沒有到非常的推薦 因為他其實本身並不是很蓬鬆 你看到現在他這樣子蓬蓬的效果 是因為他上面有著名 就是如果你是45x45的暴震 你就要選50x50的整形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一點硬塞蓬的感覺 並不是他本身就是 是蓬蓬的那種整形 再來下一個呢也是居家的用品 就是這個靜音拖鞋 那因為我房間的地板是木頭的地板 我住三樓爸媽住二樓 就是我每次在房間走 我就這樣啪啪啪 就是會吵到他們 所以我就買了一雙這個靜音拖鞋 那我家的外型就是還蠻無音良品風的 就是蠻好看的 然後也的確好像有靜音的效果 可是他的鞋底這種材質就是 很容易黏毛啊黏頭髮 那我家有養貓 所以現在就是黏滿了貓毛 就不好意思給你們看 看起來就是髒髒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覺得他還不錯 就是穿裡面稍微有一點熱 可能冬天的時候還比較舒服吧 有包暖的感覺 再來下一個呢 是這個熊熊的髮枯 那我為什麼要買這個髮枯呢 是因為有時候我會拍一些化妝的影片 就是他可以把頭髮整個枯上去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因為我看他這個髮枯的柄啊 是比較寬版的 所以他可以枯住頭髮比較牢固 然後橘色的這個耳朵呢 我覺得蠻可愛的 所以我就買了 再來就是跟你們分享幾樣拍攝的道具好了 如果你有在擺拍的話呢 就是可以參考一下 這次我買了這個背板 我原本以為他是比較硬的那種PC背板的材質 但是沒想到就是這種薄薄一片塑膠版的材質 但也好這樣的材質呢 也是更好收納而且更輕 那他有非常多的顏色 我就買了這個橘色 他還有各種裸色啊 或是其他好拍的顏色通通都有 我沒有嘗試過這種橘色的背景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那我覺得他拍起來的效果呢 是真的還不錯 可是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稍微會有一點點這樣子 反光 所以你在拍攝的時候 可能有幾個角度會比較不能拍 他沒有很常出現這個反光 但是可能有幾個角度就比較不好拍這樣子 再來呢就是這個竹籃 被我爸嫌棄的竹籃 他覺得我買這個要幹嘛 他呢我覺得就一樣就是可以擺拍商品 拍起來效果也會很不錯 我應該會放幾張就是我拍出來的效果給你們看這樣 那其實你放在家裡客廳 他也是可以放那種擦壺或水杯 就是當一個擺飾 我覺得也還不錯 再來呢是這個一整組的相框 那他也是就是拿來擺拍用的 你這樣交疊在一起 然後再放一些商品口紅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那其實我原本以為他應該會是塑膠 或是壓克力的材質 就是比較輕的材質 結果他是真的木頭的材質 就是稍微比較有一點點重量 然後摸起來會有粗粗的感覺 就是要小心不要扎到手了 那再來是這兩個橘色呢 我比我想像中的顏色再相近一點 就是有時候拍照的時候會比較不明顯 雖然現在在鏡頭上看好像是漸層的還蠻漂亮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你可以單獨用一兩個 或者是三個焦點使用 就是拍起照片應該都蠻好看的 那以上就是這次稍微比較簡單一點的淘寶開箱 因為很多讀者就是一直超晚想要看淘寶開箱 那就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更多的集團來送我餐單買吃 非常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喵 喵 請스트aka 喜歡感覺 小心 沒有 放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